梅雨季遲遲沒有來 現在每個地區都開始限水 怎麼辦呢? 喔不 因為缺水的關係我們魚乾都乾了 老天爺救救我們吧 嗨大家好我是智傑 乾旱來襲,雨季遲遲未來 我們魚汁的水是非常重要的 方式換水就需要非常大量的水了 那身為水族玩家 該怎麼度過這個非常時期呢? 以下教各位草友幾種 缺水時期的養魚法 草宜水族擴大爭材喲 如果你對水族有愛 非常有興趣 喜歡玩水、摸魚的草友們 都非常歡迎你們加入喔 我們有開放各種職缺 詳細情形可以前往104人力銀行 搜尋AC草宜水族 或者在影片下方資訊欄 有連結網址喔 趕快加入我們吧 缺水的時候 第一個時間想到的就是儲水 水儲越多越好 就像你鄰居家的阿嬤、阿姨、阿嬤一樣勤儉 衛生紙缺貨買個10袋 防疫口罩缺貨天天去排隊 宛如白人的小孩洗不到 一樣 也太缺德了吧 如果水桶不夠 如果水桶不夠 水族玩家都知道了一件事情 就是走在路上 都會有別人不要的漁缸 漁缸就好像會自動繁殖一樣 一缸升一缸 水不夠呢怎麼辦 那就只好再重複利用啦 就像我們人在外面遇難一樣 口渴了怎麼辦 只好再把自己的尿再重複利用啦 不是叫你用藥養魚啦 像是我們的洗米水、洗菜水 都會拿來重複利用 像是沖馬桶、澆花、清洗等等 那就會有草友會問 那洗米、洗菜水 可以加入魚缸嗎 呃建議不要 通常洗米或者洗菜水 都可能會含有一點點的農藥 不然幹嘛洗 等一下死光光 不要亂教人家 死光光要負責的 也是可以拿來沖馬桶 澆花二次利用喔 這樣能夠地板嗎 你如果不介意 房子裡面充滿著魚味 對也是可以啦 自古人說 減少進食量使用龜錫大法 可以延長壽命 那這句話也能套用在這個上面 我們可以藉由減少餵食 減緩魚汁的代謝量 讓我們的水質保持清澈 去降低我們換水的頻率 那自然的 我們用水量也會跟著降低喔 這也是我們水族業者遇到缺水的問題 時常使用的方式 那是不是這樣子 養魚就不用換水了呢 也不是這樣講啦 我們魚事實上可以久久餵一次 他們沒有新鵝吃食 會去地上尋找其他東西吃 那這種方式會有一種問題 就是生長的速度會變慢 所以想要養肥魚的草友就不建議這樣養喔 前面三個技巧根本不算什麼 這招最厲害了 雖然步驟簡單 但能夠完美的解決缺水養魚的問題 來 正在觀看草影的草友一起來 跟著我做 我們雙手合十 雙膝下跪 一起說 老天爺啊拜託你快下雨吧 不然我快要餓死了 相信大家今天也有滿滿的收穫 那這次的贈品是 極火蝦120隻喔 那我們抽兩位 一位60隻 哇又是極火蝦耶 小心又要撈到手軟了 我真是抓到把豬脫了湯 不要小孩 有什麼想說的想問的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喔 我們將同留言中隨機抽出 有訂閱A7草原水族頻道的草友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幫我按個喜歡 想追蹤更多的水族知識請按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我是智傑 A7草原水族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然後影片內容 4八 太富嗆 affict 探 咦 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